随着网红直播带货成为流行,越来越多的明星都开始尝试,在网红直播间宣传新作和代言商品。 近日李亚鹏也加入了明星直播大军,与大多数明星的目的不同,李亚鹏此行是为了公益。 他带着公益挂历现身威亚直播间,挂历上有志愿者子女和被救助儿童的画作,其中最显艳的一张,就是封面上的王妃画像。 据悉,这幅画像出自女儿李燕之手,由于李燕出生时有先天性纯恶劣,因此李亚鹏和王妃一同创办了燕燃天使基金会,以女儿的燕为名,彰显出了父母对于女儿深深的爱。 基金创办后,帮助了许多纯恶劣儿童,网友们纷纷表示,女儿画了妈妈画像,爸爸亲自宣传售卖,这样的合作太有爱了,许多人都纷纷支持,在短短时间内,销量就达到了4000多币。 除了公益挂劣外,李亚鹏还在直播间和威亚分享了育儿经,认为孩子青春期的叛逆是来自身体荷尔蒙的分泌,是正常之举,直言这时候家长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,从李亚鹏的言行中不难看出他对孩子的信任和关心。 此次直播卖出有王妃画像的挂劣,绝不是和前妻彻底一刀两断,而是透露出两人对女儿的爱,以及想要帮助更多人的信念。